再順便講一下,如果說我今天寫法,我不要用這種,因為很多書裡面寫這種方法,有些書寫這種方法,那哪一種方法比較好? 當然就看個人習慣 那我如果要把剛剛的這種所謂的物件的寫法寫成什麼呢?寫成匿名物件的話,這個地方該怎麼做? 那順便再講一下,剛剛我發現有些同學好像比較沒辦法跟上,所以我就剛剛又把這個Megativity有沒有,這邊把我的Source已經放上來,所以如果說你打字比較慢的同學,你不妨就把它開起來,上面有個開起來,然後這邊比如說Ctrl-C,這邊宣告,你就把它Ctrl-C,Ctrl-V一下,Ctrl-C,Ctrl-V,至少你可以walk啦,反正 提到體驗一下,至少你要知道說我在講什麼,不然的話我發現有些同學還沒有跟上,所以這裡的話有一個Source,記得就是點開這個,這邊有個重整一下,Megativity,然後這邊就記得建議是開起來,因為你這邊複製貼上好像會產生很多空白,你就把它開起來,再重貼一過,應該OK 好,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,順便講一下就是所謂的匿名物件的寫法,剛剛這個地方是所謂的建一個A的物件,也就是說我實體化,然後再去利用這個物件裡面的方法去達到我要的目的,可是如果我不要用這個物件,我不建物件的話,我用匿名物件,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Java課程,不知道有沒有學過那個所謂匿名物件這個觀念 有聽過嗎?有聽過嗎?有聽過舉手一下,匿名物件這個觀念?沒有,好,沒關係,其實匿名物件也不是挺複雜的,我們來看一下,第一個,如果我這幾行我要把它註解好了,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,這幾行都要註解,你看Ctrl加斜線,其實全部都變註解了 OK,這招還蠻好用的,有時候你要把它註解,因為註解,也許你資料都還要用的話,你可以Ctrl加斜線,它卻全部幫你變成註解,然後呢 OK,這邊,璞 感谢观看